$com.0 大家好,我是MASA 天褍融不是一定用炸的方式做哦 這次我要介紹Yaki天佈的做法 就是煎的方式做天褍融 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怀疑没有炸 是不是没办法做出来酥脆的口感 炸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变成软软油油的 没问题,这次介绍如何简单做出来超级酥脆好吃的天ぷら 好,我们就开始做 有一性格,食品的家伙女孩 食品的气氛 皮肋发酵酱油 炒酱油 食品可以做出汤泡水 炒酱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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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黃瓜 放入鑰匙 放入鑰匙 放入黑胡椒 沢山 放入鑰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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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完鑰匙 放入鑰匙 煮沸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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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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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蒸汁 蒸汁 中火 牛肉 鸡肉 可惡 特别香 鸡蛋 沾荒 放入冰箱 鸡蛋 搅拌 海鸡蛋 沾干 iesi-in ok 这样子就有香香好吃的焼き天ぷra 完成啦 好了,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吃啦 哦,很开心哦 今天的天ぷら提食非常的丰盛 太漂亮啦 那我这边准备的这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萝卜泥 这个是日式料理 有时候会出现的那个萝卜泥的变化方式 用到这个辣椒做出来 有一点辣 然后漂亮的这个红色的 所以像它被天赋楼还是其他用到那个萝卜的料理 像那个火锅类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这次我要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萝卜泥的做法 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做做看 你可以直接装在天赋楼上面 然后酱酱吃还是放入这个酱酱里面 也都可以 那我这习惯是把这个萝卜泥放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我喜欢的料就是这个 酱泥 这个也可以加进去 然后做一个酱吃 萝卜泥的好处是利用它的消失 可以帮你 你的那个肚子里面的油分 啊 很快分解 所以你吃油分多的料理时候 它被萝卜泥是一个很好的饭法 OK 所以大家可以都吃萝卜泥 好咯 那我来就试试看咯 先尝尝一点点 好 OK では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哼 哦 大家有听到 多酥脆吧 超级超级酥脆 下一个 我吃这个南瓜好了 行きま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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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的脆度 比较正常的 就是 表面就是 酥脆 然后里面还是这个 啊 有 南瓜本身的 松软的口感 咖哩口味的鸡胸肉 哦 这个很特别哦 好 行きます 嗯 美味 好了 这次介绍的料理也非常的简单 所以今天介绍的样子 做天父肉也是 蛮好吃的 如果你想要用平底锅 简单的样子做 这种那个日式料理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如果还是要做比较传统的方式的话 当然可以哦 我之前我有介绍过 啊 比较传统方式的这个 天父肉做法 所以看大家想 今天想要做怎么样的天父肉 都可以用用看 还有另外用到什么 美乃滋的 还有加入 啊 海苔粉呢 其实我频道那边 介绍过很多种类的啊 面糊来做天父肉的 希望大家享受好吃的天父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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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